毁三官!趁助理出外,中国知名女星在酒店房间自拍时被陌生男子冲入霸王印上宫。她竟说:"我不追究。 大陆女星陈乔最近惊爆新年第一天竟然被性侵了,表示自己在饭店住宿是因为门没有关,被一名男子闯入反所后报打性侵得逞。 陈乔表示,当时自己开着房门拍摄性感照,顺便等待助理回来。 没想到有一位眼镜男在门口看他,他跟该男说:"大哥你走错房间了吧!"没想到该男子直接闯入一击来就打他两巴掌开始脱他衣服,最后被强暴。 事后,他并不打算对该男子提出告诉,更说:"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挺好玩的,让人相当傻眼。 陈乔透露,事后店经理有来关心,但他认为:"打了就打了,做了就做了,我不想追究,我平时就是一名裸戏演员,个人想法不同。 陈乔透露,事后更拍片重申立场表示:"色狼打他确实不对,他有错但是我也有错,我就不应该把门打开。 我就应该在酒店房间里把门关好,而且我也不应该穿得那么少,然后给人家一种误会的空间。 强调自己经常拍洛戏,思想跟别人不太一样,觉得报警实在太麻烦。 打了就打了,做了就做了吧,反正我不追究。 天哪!他到底经历过什么?才会觉得这一切都无所谓。三观都悔尽了。